报纸要放进红色箱子 乔治 已经收集到足够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去回收中心吧 太好了 我们走吧 妈妈拿着瓶子 佩奇拿着一拉罐 乔治拿着报纸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爸爸 那我们走吧 这里是兔小姐的回收中心 到了 好耶 你们好啊 你好兔小姐 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 是的 没错 太好了 拿来吧 兔小姐在干什么 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 瓶子该放进哪个箱子呢 绿色的 绿色的 没错 一拉罐放进蓝色的 说得对 佩奇 乔治想自己放报纸 好吧 乔治 你来放这些报纸 好了 今天回收这些就够了 我们回家吧 我们的车子去哪儿了 佩奇家的车子不见了 好退 兔小姐回收了 佩奇家的车子 乔治和爸爸正在旋转滑梯那儿排队 这有点高啊 乔治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善事的 天哪 对乔治来说太高了 别担心 乔治 我会陪着你的 请付一块钱 谢谢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 吼吼 这有点高啊 对不对 我还是揍楼梯吧 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 这里就能下去啊 乔治的爸爸 好嘛 快来吧 快来吧 只要射中目标 就能赢得一个大熊猫哦 妈妈 这个你也做得到 佩奇 我们已经有一只大熊猫了 不用担心 你不会赢的 女生不擅长这个 抱歉 你说什么 这游戏需要技巧 需要多少钱才能玩 一块钱 猪妈妈获胜了 不可思议 你的大熊猫 给 好耶 妈妈 我也想要那个大熊猫 那个也太大了 才不会呢 猪爸爸和乔治正坐在摩天轮上 好 抓紧了 这真是太高了 终于结束了 如果你把牙齿放在你的枕头下面 牙仙子就会来找你 牙仙子会把牙齿拿走 在原来的位置上 它会留下一枚闪亮的金币 等我长大之后 我也想做牙仙子 那乔治女呢 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想做恐龙 坐一只恐龙嘛 快点 乔治 该睡觉了 我们可不想错过牙仙子 上床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在刷牙 佩奇 你在干什么 我在刷牙 牙仙子拿走的时候 会觉得它很干净 佩奇迫不及待地去睡觉了 佩奇把牙齿放在枕头下面 等着牙仙子 晚安 佩奇 乔治 晚安 妈妈 晚安 爸爸 晚安 我的小家伙们 乔治 我不打算睡觉了 今天晚上我们不能睡着 我们一起来等牙仙子 牙仙子来得也太晚了 牙仙子过了很久很久 还是没来 牙仙子到底在哪里啊 这是什么声音 是牙仙子吗 乔治 你听到什么了吗 哦 乔治 原来这声音是乔治的 他实在太累了 所以睡着了 哎呀 乔治最喜欢的游戏 就是把恐龙先生扔到空中 喂 在他掉下来的时候 把他接住 喂 嘿嘿嘿 喂 嘿嘿嘿嘿 呵呵呵 佩奇正在和猪爸爸下棋呢 嘿嘿嘿嘿 嘿嘿嘿 我赢了 爸爸 哦 吓得好 佩奇 呜嘿嘿 乔治 呜嘿嘿嘿 乔治出什么事了 恐龙 乔治 你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呜嘿嘿嘿 乔治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不用担心 我们会找到恐龙先生的 现在该轮到侦探出场了 可是爸爸 什么是侦探 我所说的侦探呢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 能帮别人找到掉了的东西 我 我 我就非常擅长找东西 好的 那佩奇来做侦探吧 乔治 我现在是侦探了 我会帮你找到恐龙先生的 也许 侦探小姐 你应该问乔治一些简单的问题 乔治 恐龙先生他在哪里呢 嘿嘿嘿 乔治不知道恐龙先生在哪里 侦探小姐也许该试着 猜猜恐龙先生流落到哪儿了 我知道 我知道他在哪里了 嘿嘿 乔治总是在洗澡的时候 让恐龙先生陪着 所以恐龙先生是在浴缸里 恐龙先生不在浴缸里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恐龙先生在哪里了 嘿嘿 乔治总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让恐龙先生陪着 猪妈妈要把煎饼翻过来了 太棒了 哈哈哈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 猪妈妈 猪爸爸 等你自己做煎饼时 可以教我们 第一个煎饼是给乔治的 妈妈在乔治的煎饼上 倒了一些糖浆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给佩奇的 嘿嘿嘿嘿 嗯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 猪妈妈 猪爸爸 等你自己做煎饼时 可以教我们 我也要糖浆 真好吃 嘿嘿嘿 这个煎饼是猪妈妈自己的 嘿嘿嘿 哈哈哈哈 你的煎饼翻得还是不够高 猪妈妈 下一个煎饼就是你做了 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了 嗯 真是太好吃了 呵呵呵呵 大家都在看了吗 嗯 煎饼要做的好吃的秘密就是 一定要把它们翻得高高的 嘿嘿嘿 啊 一 二 三 转圈 嘿嘿嘿 你失败了 哦 可能有点太高了 哦 太可惜了 那可是最后一个煎饼 应该很容易就把它拿下来 哦 糟糕啊 猪爸爸够不到他的煎饼 别着急 祝爸爸 我想我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我们上楼去 孩子们 行 奶酪 面包 番茄 水啊 哦 我走了 戴芬 明天晚上的时候我再来接你 戴芬的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 放我房间就是我们家里最高的地方 好吧 嘿嘿嘿嘿嘿 哦 你不是只在我们家住一个晚上吗 哦 是的 所以我这次才带了这么小的一个行李箱过来 哦 好 戴芬来这里是为了练习说中文的 所以你们都要帮助他才行 没问题 妈妈 但是我要先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的中文说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你说的也不差呀 你真是太好了 猪爸爸 但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是和中文有关的问题 当然可以了 这方面我可是很擅长的 随便问吧 中文里的并列短语和偏正短语 分别是指什么呢 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呃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们来帮戴芬把床铺好 妈妈 妈妈 戴芬能不能睡在我的床上 床的两端各放一个枕头吧 好主意 佩琪 佩琪和戴芬分别睡在了佩琪床上的两端 好了 孩子们 快睡觉吧 你们明天会非常忙的 戴芬要去你们的幼儿园参观 哇哦 多可没必要 多可没必要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睡个好觉 可是我一点都不困呀 嘿嘿嘿嘿嘿 那么我们来唱首歌吧 这样的话就会困了 好的 哦 大家伴随着戴芬好听的法语歌 进入了梦乡 现在佩琪是船长了 大家都得听从她的指令 敲响铃铛 转动陀伦 遵命 佩琪船长 在船上跳来跳去 佩琪船长很喜欢指挥别人 或许还是应该让我来做船长吧 我们可不想让船撞上什么东西 掌舵这件事情可没那么容易 但幸好我很擅长掌舵 哦 哦 糟糕 猪爷爷的船撞上了一个小岛 爷爷 我们动不了了 我来打给猪奶奶吧 她可以帮助我们 哦 哦 猪爷爷的手机掉进了水里 你好 我是猪奶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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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们得想办法给猪奶奶传个话 哦 给猪奶奶传个话 玻璃可以飞去奶奶那里 真是个好主意 佩琪 我可以来教玻璃说些什么话呢 呃 猪爷爷说 猪爷爷说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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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到了吧 小菜一碟 猪爷爷说 小菜一碟 你这只糊涂的鹦鹉 你这只糊涂的鹦鹉 你好啊 玻璃 你来这里干什么 哦 猪爷爷说 猪爷爷他都说了些什么 你这些糊涂的鹦鹉 哦 救命 救命 哦 我的天哪 猪爷爷肯定是需要帮助 狗爷爷 你好 猪奶奶 猪爷爷需要一些帮助 拜托了 你能去救他吗 夫人 这将会是我的荣幸 哦 原来是蚯蚁 猪子 猪子 猪子把所有的植物残余变成了堆肥 那爷爷 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蚯蚁 放到你的堆肥里面呢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来吧 乔治 我们再来多找一些蚯蚁吧 一条蚯蚁 猪子 猪子 你是小蚯子 你是小蚯子 你好吗 我爱你 你是小蚯子 哈哈 干得好 你要做条好蚯子哦 把这些都变成堆肥哦 好吗 哈哈哈哈 最后 我可以用这个堆肥去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在土里放一棵种子 然后用堆肥把它盖上 接着它就长成一棵树了 哈哈哈哈 是的 佩琪 既然说起树来了 我们快去帮帮猪奶奶吧 她现在在果园里面采摘水果呢 那是什么果园啊 就是你能找到果树的地方 在我们小时候就有这些果树了 嘿嘿嘿嘿嘿嘿 你好 奶奶 你好 奶奶 要和我一起摘苹果吗 是的 奶奶 嗯 这些苹果长得太高了 别担心 佩琪 猪爷爷和猪奶奶摘苹果 是有自己的诀窍的 大家一起来抓住这棵树 说到三的时候 大家一起用力摇这棵树 一 二 三 嘿嘿嘿 正在下苹果雨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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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我们可不可以吃一个苹果呀 当然可以了 佩琪 嗯 太好吃了 现在是早上 佩琪和乔治今天要去小兔瑞贝卡家里玩了 猪妈妈 你来开车 我就来帮大家看地图 你确定吗 猪爸爸 每次你只要看地图 我们就会迷路 呵呵呵 我们这次不会迷路了 好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 猪妈妈 那我们出发啦 佩琪和乔治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瑞贝卡的家 爸爸 我们快到了吗 地图上显示 瑞贝卡的家就在下一个山坡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应该就是瑞贝卡的家了 我们肯定是迷路了 这里明明只有这些胡萝卜 瑞贝卡家的房子在哪呢 你们大家好啊 瑞贝卡 你想来我的房间一起玩吗 你的房间 但你家的房子在哪儿 佩琪到处都没有看到瑞贝卡家的房子 这山坡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这个叫地洞 哦 我带你看看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哦 进来吧 我们家里没有楼梯 但是有隧道 哇哦 瑞贝卡的家和佩琪的家有些不一样 这里是我们的房间 哇哦 你们有床 一扇窗户 还有一个玩具箱 就和我们的一样 那当然 我喜欢你家的房子 真希望我也是一只兔子 我知道了 那我就来教你们两个怎么做兔子吧 好的 拜托你了 首先 你要使劲抽鼻子 然后再叫 就像这样 非常好 小兔佩琪 还有小兔乔的可能 兔小姐把佩琪的朋友们画成了老虎 画好了苏西 看你现在像只老虎 谢谢你兔小姐 哇 我喜欢你的脸苏西 你画的是小猫吗 不 我是老虎 佩琪 你想在脸上画画吗 我想 谢谢 我要画成大象形吗 哦天呐 我不知道怎么画大象 但我能画老虎 好的 就帮我画老虎 好了 佩琪 现在你是老虎了 嘿嘿嘿 我是老虎 乔治 你想画成什么呢 恐龙 恐龙啊 不如画老虎怎么样 我画老虎很在行 嘿嘿 我是老虎 我也是 老虎不会发出这个声音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老虎是一只大猫 而我就是只猫 坎迪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一只老虎吗 好的 老虎走路走得非常非常慢 然后会跳起来 老虎喜欢把他们自己舔干净 但有的时候老虎高兴了 他们会这样 还这么好啊 哦我的天呐 你们都变成老虎了 我还在教他们怎么做一只老虎 那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呢 恐龙 说得没错 我们要帮乔治找到恐龙气球 嘿嘿嘿嘿 你们每一个都有气球 好棒 这儿就是公园 我们到了 好哎 妈妈 为什么叶子都是黄色和红色的呢 因为现在是秋天了 佩奇 在秋天天气会变凉 树叶的颜色会变黄 这风真不小啊 我们来玩球让身体暖起来 轮到我啦 哦 球不应该往那个方向滚的呀 大风把球吹得好远好远 球掉到池塘里去了 我用这根树枝把它取出来吧 再稍微远一点爸爸 小心点 猪爸爸 别担心 我快要拿到了 爸爸 水里面冷不冷啊 有一点点冷 大风又把球吹出了池塘 太幸运了 是啊 确实运气不错 现在风好像刮得更大了 大家把帽子戴紧 不好 大风把乔治的帽子给吹跑了 别担心 乔治 爸爸会找回你的帽子的 快点 爸爸 瞧 帽子跑到树上去了 嗯 那我就爬上去把它拿下来 这些树枝太细了 根本承受不了你的重量啊 那么 我们怎么把帽子拿下来呢 简单 我摇一摇树就好了 看来我得摇得更厉害一点 乔治想知道佩奇的秘密盒子里放了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试着猜一猜 恐龙 乔治觉得盒子里放了一只恐龙 哦 乔治 不管什么东西 你怎么总是说是恐龙啊 跟你说吧 恐龙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盒子是装不下的 乔治猜不出秘密盒子里有什么 猪爸爸在清理照片 爸爸 这是我的秘密盒子 是妈妈给我做的 好漂亮的盒子啊 里面装了什么 这可是一个秘密 乔治已经猜过了 但是他没有猜对 那让我猜猜看 好的 嗯 你把我的眼镜放进去了 没有 你的眼镜还在你头上呢 在这儿啊 糊涂的爸爸 你必须得好好地猜一猜 好的 你放了妈妈的鞋子吗 不对 你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猜咯 佩奇喜欢秘密 妈妈 没有人猜得到我的盒子里面是什么 哦 乔治拿的是什么 我也给乔治做了一个 他也放满了秘密的东西 只有他知道里面有什么 哦 佩奇想知道乔治的盒子里放了什么 简单 肯定是乔治的玩具恐龙 不是 乔治的玩具恐龙不在乔治的盒子里 嘿嘿嘿 这也太难了 我永远都猜不到 佩奇不像之前那么喜欢秘密了 这样吧 如果你给乔治看一件东西 说不定他也会给你看的 好的 但是我们得同时进行 这个主意很不错 花蜜 佩奇 蝴蝶以为你是一朵花 我不是花朵 我是小猪佩奇 它真的好漂亮啊 我想做一只蝴蝶 配奇假装自己是一只蝴蝶 我是一只蝴蝶 乔治也想要玩 乔治 我才是蝴蝶呢 你只能去假扮别的东西了 有了 你可以做一条小虫 看看 我是一只蝴蝶 哦 糟糕 乔治不想要做一条小虫 他也想要做蝴蝶 乔治 当我还是只小猪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扮成一条小虫 做小虫其实很简单的 我来教你怎么做 首先 你要像这样趴下 趴在地上 然后 你要全身摆动起来 我是一条小虫 乔治和猪爷爷假扮成小虫 玩得非常开心 我是一只蝴蝶 我是一只蝴蝶 看看 我是一只蝴蝶 是的 佩奇 你是一只美丽的蝴蝶 爷爷 乔治 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是两条小虫 这里有蕃蝶 妈妈 做得好 佩奇 一 二 三 四 现在放进推车里 我找到蕃蝶了 做得好 佩奇 那么蕃蝶可以在清单上滑掉了 下一种是什么 意大利面 没错 乔治 但应该叫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是佩奇和乔治最喜欢的食物 不知道意大利面在哪儿 我看见了 这边走 意大利面 看妈妈 意大利面在这里 不错 佩奇 把它们放进推车里吧 好的 妈妈 意面 乔治 这个叫做意大利面 意 利 面 下一种是什么 佩奇 是薯片 薯片可不在清单上 家里有很多薯片 佩奇 再猜猜看 我真的不记得是什么了 你记得吗 乔治 恐龙 恐龙 我说乔治 超市里可没有什么恐龙 你知道吗 不 乔治 清单上的下一种是洋葱 对了 洋葱 我现在想起来了 在这儿呢 做得好 一 二 三 四 洋葱来了 非常好 清单上的东西几乎都有了 清单上还有一种东西 你好啊 我是小洋苏西 请说 苏西 是我呀 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吗 现在 好的 佩奇 那么我可以穿上我的护士制服吗 可以 但是你要快一点来 再见 再见 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 快进来 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接你 苏西 乔治 李查德 苏西护士来了 苏西护士说 这里可不是恐龙乐园 而是一个医院 是医院的话 就必须要保持干净和整洁 这个卧室不再是恐龙乐园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医院 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嗯 这只恐龙看上去好像生病了 我同意医生 恐龙身上的绿色很像生病的颜色 他必须要上床休息 还有这只恐龙 它的紫色看上去也像是生病的颜色 没错 医生 它也必须要上床去休息 恐龙 不要吵 在医院里要保持安静哦 火车啾 现在卧室不再是医院了 又变成了火车站 不可以这样 仙境里面是没有什么火车的 知不知道 哦 现在的卧室是仙境了 只有漂亮的东西才能够出现在仙境里 嘿嘿嘿嘿嘿 你们两个怎么突然窥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他们想玩恐龙和火车的游戏 但是佩琪和我却想玩医院和仙境的游戏 讨厌 乔治还是不想把羽毛带上 佩琪 乔治 快到屋里来,雨太大了,不能再在外面玩了 哦,乔治,你的雨冒在哪儿呢? 乔治感冒了 哦,可怜的乔治,你看上去可不太好 别担心,我来给棕熊医生打电话 你好,我是棕熊医生 哦,这样啊,那先让乔治躺一会儿,我等一会儿直接过去 谢谢你了,棕熊医生,再见 乔治是不是会被送到医院里去,还要吃药治疗 不用,乔治只要上床休息就好了 哦,所以乔治并不是真的生病了,对不对 你这样实在是太恶心了 哦,可怜的乔治,快去床上休息吧 乔治,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不要 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 乔治,你要待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哦 张大嘴巴,然后说啊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嗯,佩奇,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演示给乔治看怎么说啊 当然可以 嗯,乔治他是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 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看呀,火车来了 火车 兔小姐是火车司机 上车吧 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 孩子们必须找到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 一艘船 一个信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树在上面吗 嗯,不在 哦,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狗爷爷 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糊涂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撿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嗯,我想我的票弄丢了 哦,太不小心了 喵 你的票在这儿呢,佩德罗 你坐在他的上面了 嘿嘿嘿,你要小心保管佩德罗,别再丢了 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 哇 然后火车快速地下山啊 嘿嘿 领阳夫人,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可以坐到前面去吗 好的,佩德罗 那么你就坐到前面去吧 嘿嘿嘿嘿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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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佩德罗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啊 你想来看一会儿火车吗 是的,谢谢你了 嘿嘿嘿嘿 乔治喜欢他的发条船 妈妈,我的船也上发条吗 你的船不需要上发条,佩奇 佩奇的船是小帆船 只要有风就可以前行 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的船 因为它动都不动一下 那是因为今天没有风啊 说不定我可以帮它一下 吹击一下,用力吹 这样就能把船吹走 好棒 嘿嘿嘿,它开得可真快啊 佩奇喜欢他的小帆船 嘿嘿嘿 佩奇的朋友小羊苏西来了 嗨,大家好啊 你好,苏西 我们在玩我们的玩具船呢 嘿嘿嘿 这艘是我的快艇 它需要上发条吗 不用,它是用电池的 苏西的快艇只需要依靠电池 哦 哇,这艘快艇真不错 对不起,鸭太太 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来了 大家好啊 你好丹尼 你好丹尼 你们看,我爷爷给我做了一艘明轮船 哇哦 不错啊 不错啊,真是太厉害了 它要怎么前进 它是靠蒸汽行驶的 我只要打开这个小小的开关 真是一艘奇妙的明轮船 小兔瑞贝卡和他妈妈也来了 嗨,大家好 你好啊,瑞贝卡 我们正在一起玩船呢 我真希望我也有一艘船 小兔瑞贝卡没有船 你们是哪个人生病了 我一直在咳嗽 我知道了 是没谈的那种咳嗽 还是有谈的那种 我不知道 但是它是这样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就是羚羊夫人开始唱歌的时候 你的咳嗽并不严重 但是佩德罗的咳嗽可能 会传染给别人 传染是什么意思呀 当一个人在咳嗽的时候 有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咳的 那么我需要吃药吗 只要吃一勺这药就行了 不过这味道可能不太美味哦 这味道就像一只 在里面灌满了果浆的旧鞋 太感谢你了,棕熊医生 再见 再见 和我想的一样 佩德罗的咳嗽确实会传染 小狗丹尼和小羊苏西被佩德罗传染了 张开嘴巴 这个药的味道就好像是地毯味的酸奶一样 这个药的味道就像是花朵 做得好孩子们 吃药的时候就该这么勇敢 那么你会生病吗 棕熊医生 不会佩奇 我从来不生病 我每天都会吃一个苹果 再见 再见 放学的时间到了 家长们都来接孩子回家了 妈妈,爸爸 我今天咳嗽了 棕熊医生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 她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 林药夫人 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吗 当然可以了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她去 你好 我是猪爷爷 有什么事 你好 猪爷爷 我们在去丰西堡的路上有点迷路了 哈哈哈 猪爸爸他是不是在看地图啊 是的 猪爸爸正在看地图 他现在非常的焦躁呢 我没有焦躁 哈哈哈 这条是最好的路线 你们只要沿着主干道 一直往前开 就能够看到丰西堡了 谢谢你猪爷爷 我们沿着主干道开 继续找丰西堡 和我想的一样 快看 哦 那是座城堡吗 没错 那就是丰西堡 车车加油 车车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好耶 佩琪和她的家人终于到达了丰西堡 哇 这城堡好高啊 我们进去吧 城堡最高处的风景美极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你们瞧这景色 妈妈 那是不是奶奶和爷爷的房子 是的 没错 实在是太远了 我们用这望远镜看看吧 爸爸我能先看看吗 可以 但是你看完就得让乔治看 哇 在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 我能看见爷爷和奶奶 你来看乔治 乔治 爷爷 奶奶 乔治在朝爷爷和奶奶挥手 别挥了乔治 爷爷和奶奶离我们太远了 看不到你挥手的 有了 打电话给他们 喂 你好 朱爷爷 我们在丰西堡看到你们了 朝我们挥挥手 爷爷和奶奶在朝我们挥手呢 我们住在行星上 大家知道这个行星叫什么吗 叫地球 你答对了 关于太空的事情 我可算是个专家了 我们的太阳旁边还有七个其他的行星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叫什么吗 叫水星 说得好啊 埃德蒙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海王星 天王星 埃德蒙知道所有关于太空的知识 我是一头聪明的大象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是由什么构成的吗 它们都是用纸板做的 这些模型是用纸板做的 但是真正的行星是由岩石 冰块和气体构成的 但是我认为月球是由奶酪组成的 不是的 月球是由岩石构成的 这是个严谨的学术参观 所以要严肃 不要开玩笑哦 现在我们在月球上了 这是一个模拟的月球吧 对不对 是的 如果这个是真的月球 你就能一下子跳到我头上 哇哦 谁知道为什么在月球上 我们可以跳那么高呢 重力小了 哦 没错 埃德蒙 因为重力才能让我们像这样站在地球上 而在月球上重力小了 所以你能跳得很高 哦哦 在科学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让你们感觉 就像在月球上跳一样 这听上去很不错啊 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这里有弹力绳 大家都系上了兔先生的反重力的弹力绳 在月球上这样跳很有趣 说 月亮茄子 月亮茄子 这个动作叫半蹲 现在练习小跳 叫交织式跳跃 动作要做得优雅美丽 交织式跳跃 动作要优雅美丽 交织式跳跃 动作要优雅美丽 巴雷课真是太有意思了 请把双手举起来 想象你们是一只漂亮的天鹅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天鹅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喵喵喵 喵喵喵 沛琪喜欢跳舞 大家都喜欢跳舞 妈妈妈妈 我们都像天鹅那样跳舞啦 沛琪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我要跳得既优雅 又美丽才行 那很好啊 我给你看看我是怎么跳的好吗 我们先回家吧 回家后你再表演给爸爸 乔治和我看 再见 朱伯母带着克洛伊来佩奇家里玩了 克洛伊是佩奇和乔治的堂姐 她比佩奇和乔治大一点 你好啊 克洛伊 你好啊 佩奇 你好乔治 一会儿见 你想玩游戏吗 是的 我们来玩泥跑我追 佩奇最喜欢这个游戏 你还玩泥跑我追 那可是小孩子的游戏 我们玩泥跑我追 是因为乔治喜欢这个游戏 好的 那就陪乔治玩吧 我们是按大人的规则玩 还是按小孩子的规则 按大人的规则玩 准备好了 佩奇 你做追的人 有本事抓住我 佩奇是那个追的人 她要去追克洛伊和乔治 抓不到我吧 乔治 要抓住你太简单了 你那么小 这不公平 你在帮助乔治 那是因为她还小 你需要我帮你吗 不 我不需要帮助 我和你一样是个大姑娘了 快来吧 佩奇 你来抓我们吧 不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 抓不到 这个游戏不好玩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好的 我知道一个大孩子们玩的有趣游戏 叫做狡猾的狐狸 狡猾的狐狸 我想要玩狡猾的狐狸 怎么玩呢 由一个人来做狡猾的狐狸 其他的人悄悄地走向他 我玩我玩 我要做狡猾的狐狸 佩奇做狡猾的狐狸 他转过去时 其他人慢慢地走向他 当佩奇转身时看见谁在动 那他就得回到原位重新开始 乔治 我看到你动了 你要回到原位 抓住你了 我赢了 你们两个要进来吃水果蛋糕吗 猪妈妈给佩奇和苏西各切了一块蛋糕 妈妈 苏西她有一个假想的朋友 这位朋友叫李奥 我知道了 那她也喜欢水果蛋糕吗 哇 李奥很喜欢水果蛋糕 你不要乱说 佩奇 那不是李奥说的 那是你说的 李奥喜欢吃的是巧克力蛋糕 我这儿没有巧克力蛋糕 她想吃水果蛋糕吗 她说她可以先吃一点试试 猪妈妈给苏西的假想朋友切了一块蛋糕 乔治在和恐龙先生玩 恐龙 乔治 你坐在李奥的身上了 乔治不知道苏西有个假想朋友 诶 狮子李奥说 这块蛋糕她吃不完了 请乔治把它吃完吧 我们现在能去楼上玩吗 可以 我们来玩打扮的游戏 我刚才是在问李奥呢 哦 李奥说她喜欢玩打扮的游戏 很好 来吧 李奥 佩奇和苏西开始玩打扮游戏 佩奇要扮成仙女 我准许你许一个愿望 我的愿望是我要做苏西女王 那么狮子李奥就来做小丑吧 李奥她不想做一个小丑 她想要做一个国王 猪爸爸进来了 猪妈妈告诉我 有个很特别的朋友来找你玩 就是我的朋友苏西而已啊 爸爸 你确定吗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吗 我们先把水管的拔门关了 乔治喜欢起重机 起重机 起重机 我们要先把旧水管给取出来 然后再把新的放进去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么工作的 不用客气 再见 下次再见 哦 糟糕 乔治不想和公牛先生说再见 我们现在要去游乐场了 乔治 你可以在沙堆里玩铲车和起重机啊 我们回去的路上还能看到公牛先生呢 佩奇和家人们到达了游乐场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大象埃德蒙和小兔理查德正在沙堆里玩 我们也去沙堆玩吧 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几个正在挖路呢 而且我是老板哦 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 需要多少时间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我们得先要挖个坑 再用沙子填满 然后呢 道路就修好了 太棒了 佩奇 乔治 我们该回家了 哦 糟糕啊 乔治现在还不想回家 回家的路上 乔治 我们还能看到公牛先生挖路呢 再见伙伴们 再见 佩奇 来信啦 佩奇和乔治最喜欢收信了 我们收到了两封信 这封是给猪爸爸的 真让人激动啊 亲爱的朱先生 请您支付您的电话账单 哦 天哪 什么是账单呀 它听上去非常的无聊 账单真的是很无聊啊 妈妈 另一封信是要给你的 不是 是 这封信是给佩奇和乔治的 哇 给我和乔治的信吗 请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爱你们的斑马苏仪 斑马苏仪邀请了佩奇和乔治 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 太棒了 你需要给苏仪写一封回信 告诉她你们会参加派对 你可以帮我们写吗 妈妈 当然可以了 佩奇和乔治正在给苏仪写一封回信 你想要说什么呢 亲爱的苏仪 亲爱的苏仪 嗯 我不知道接着要怎么说了 要不这样 我们很乐意去参加你的派对 此之敬礼 佩奇和乔治 嘿嘿嘿 你们想用什么颜色的信封呢 用红色的 斑马苏仪小姐说 还有最重要的是贴上邮票 嘿嘿嘿 这封信可以送出去寄了 这个是邮箱 丹尼 苏西 艾米丽 日贝卡和佩德罗都来了 他们都是来寄信的 佩奇也带着她的信来了 好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收到我那封关于派对的信了吗 收到了 而且我已经跟你写了回信 哦 太好了 我的天哪 今天有好多的信啊 这封信是我记得 它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你好啊 林羊夫人 我们现在要带晶晶去看仓鼠少衣 哦 晶晶她不舒服吗 她好像很喜欢你 哈哈哈哈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day long 嘿嘿嘿嘿 好了 超市到了 参见 参见 哦,这就是那条不肯吃东西的金鱼嘛 是的,你看一下 金金把食物都吃了 哦,她在家里一点都不肯吃 可能是因为金金在家里太无聊了 一路上遇到有趣的事,让她的心情变好了 是吗 你的这条金鱼,它很健康,也很快乐,它非常可爱 太感谢你了,仓属双一 猪妈妈佩奇和乔治要坐公共汽车回家了 公牛先生带着修理好的大号回家了 我的大号跟新的一样了 羚羊夫人和朋友们买完东西也要回家了 佩奇,你的金鱼好像变得活泼了 是的,就因为坐了公共汽车,所以它感觉好多了 The fish in the boat swims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The fish in the boat swims round and round All day long 这是什么声音呢 哇哦,救命 哇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这么吵啊 你们看看地上怎么那么乱呢 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的 确实有人被绊倒,受伤了呢 哦,糟糕,可怜的猪爸爸 来吧孩子们,我们来整理一下房间 但是妈妈,我们现在在玩玩偶和恐龙呢 整理干净后可以再玩 可是这些都是乔治弄乱的呀 是这样吗 那这条肯定是乔治的漂亮裙子咯 不是 好吧,可能有一些是我弄乱的 好了,我来帮乔治整理 而妈妈帮佩奇整理 我们来个比赛吧 女生队和男生队 是个好主意 让我们来看看谁先完成 好了,准备,开始 我们要赢了 你们是赢不了的 好了 哦,这是什么 是泰迪 我们到处在找你呢 快点,佩奇 我们把泰迪放进你的框子里 好了 好了 现在该整理书了 嘿嘿嘿 这样就好了 嘿嘿嘿 你好,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跑到船上去吧 救生衣 耶 站好了 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 在狗爷爷的船上 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 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 应该快到了吧 你可以先喝杯热茶,猪爷爷 哦,谢谢你 猪奶奶 终于要出发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大胡子狗先生 我想去一下厕所,可以吗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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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容易了 现在起毛了 全速前进 遵命 大胡子狗 哦 嘿嘿嘿嘿 准备靠岸 准备靠岸 我希望我的附近没有海盗出没 因为他们会想偷走我丰富的宝藏 佩奇和她的朋友拿到了一份宝藏 而且没有被抓住 这个是硬币巧克力呀 大家都喜欢硬币巧克力 我的办公室在最上面一层 我们得坐电梯才能到 能让我来按按钮吗 这次该轮到乔治了 按最上面的按钮乔治 嘿嘿嘿嘿 哦 猪爸爸佩奇和乔治 坐着电梯来到了这栋楼的最顶层 哇哦 顶层到了 电梯门打开 嘿嘿嘿嘿 这就是猪爸爸的办公室 各位早上好 你好猪爸爸 你好啊猪爸爸 猪爸爸和兔先生猫女士一起工作 我今天带来了两位非常非常特别的访客 佩奇和乔治 真是太荣幸了 好我们开始参观吧 兔先生能从你的办公桌开始吗 好的当然可以了 我的工作都是跟数字有关的 我会拿一张非常重要的纸就像这样 我还要用一个印章 然后我要在纸上盖章 哇哦 兔先生的工作真是太棒了 我能试一下盖章吗 当然可以 让我来帮你找几张纸 这里有几张纸 哈哈哈 我们还是用一些没用过的白纸吧 给你吧 佩奇喜欢用像几张盖章 我喜欢兔先生的这份工作 哈哈哈 继续我们的参观 下一站是猫女士的办公桌 喵 你好啊 佩奇和乔治 你好 我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画各种各样的图形 哇哦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打印出来 哇哦 嘿嘿嘿嘿嘿嘿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张 谢谢你 猫女士的工作也很不错 今天是才艺日 我的才艺是跳绳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响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这是真的 而且是透明的 现在我要让杯子里的水全部消失 哦 请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现在睁开眼睛 哇 杯子里的水没有了 谢谢 轮塔艾米莉了 我要给大家表演树笛 你的才艺是什么瑞贝卡 我可以用鼻子发出特别的声音 只有我踮起脚尖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 他的才艺好厉害啊 没错 那我该表演什么 坎迪 你的才艺是什么 跳绳 我也准备要表演跳绳的 不过我还可以表演跳舞和唱歌呢 我的才艺是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一闪一闪亮晶晶